这匹马就像是从老塔的乡愁里走出来的 在一个炸暖还寒的季节 他缓慢的走进这个破败的小屋 彼此呼出的哈气短暂的凝结在冰凉的玻璃上 然后迅速消失掉 这张梦境一般的照片来自邮金理查兹的蓝色房间 这个项目拍摄了大量美国中西部农村里被废弃的房子 确切说是曾经被称作家的地方 不过他们早就在时间的洪流里坍塌掉了 我们不用在意这匹马是从哪来的 就像我们不必追问那些人最后都去了哪 但你一定要知道 当人们收拾行囊 把曾经的家园抛在身后 心里总是有着深深的无力和绝望